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华盛福电视版原地 我是主持人陈芳芳 那么这一期节目呢 我们还是邀请了 我们新西兰注册的临床心理学家 麦根雷呢 跟我们继续探讨一下 这个家庭暴力对孩子的影响 以及如果是您的家里出现了 这一系列的就是说家庭纠纷啊 或者吵架呀 那孩子呢也是有了一些 就是说是生理心理上的一些行为的这些影响 那么用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呢 可以帮助你的孩子慢慢走出阴路 而幸福生活 那么非常好 谢谢麦根今天晚上继续来我们的演播间 那么麦根要不要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自己跟我们关注朋友 各位大家好 我叫宁嘉婷 我是纽西兰心理学会 注册的临床心理学家 那我一直都是在奥克兰的院头的 儿童跟精神科服务的 那麦根本身也是我们华盛福 这个长期的这个合约心理辅导员 为很多有这个三岁到十二岁 或者到十五岁这种 有孩子家庭做过很多非常有建设性的心理辅导 非常感谢麦根 好的 那么就是说 像上一期我们提到的 就是家庭纠纷确实是 家庭暴力会对孩子有影响 而且孩子们都会出现 可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 一种呢就是说 可能以这种fight 就是说打架的这种方式 把自己这种焦躁情绪表露出来 另外一种呢就是说 可能把自己包起来 就是尽量逃避这一种 不想听也不想说 也不愿意跟任何人交流 是吗 那麦根能再跟我们详细解释一下 就是说是 孩子如果是受到这种家庭 这种纠纷暴力的影响 有哪一些更具体的一些表征 那另外一种保证就是说 他们的发展可能会晚一点 那其中一个个案 我们看见一个大概四岁多的小孩 就是说他从小都看见 因为父母这个关系很不好 最长期都会听见他们征集 家庭的发展里头 他的比较慢 他的语言发展得很慢 语言讲得也很不清楚 这个第一 第二个就是他的社交的关系很糟糕 就是非常跟小朋友 非常难跟小朋友一起玩 他通常都是一个人玩的 没有朋友的 他没有学会怎么样去跟别人玩 对吗 这个第一 第二个就是说 因为他长期在一个比较恐惧的环境 对 所以在那么恐惧的时候 通常你恐惧的时候 譬如说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一个大人到一个很可怕的一个forest 森林里面 对 很恐怖 很恐怖 那我们就觉得说 随时会有一个老虎 随时会有个市场 就是完全是unpredictable 完全没有办法预测 预期的 预测的 对 那家庭暴力其中一个很可怕的地方 就是小孩子没有办法预测 是 完全不在控制发展里面 完全不在控制 所以在很多的研究来说 这个家庭暴力对小孩的影响比 这个暴力对这个小孩 就是打小孩 或者说被打 或者被骂的影响更大 为什么呢 因为你会长期建立了一个完全无助 没有办法逃离 也没有办法解决的一种想法 就是像被动的接受 完全没有办法控制 随时随地都生活的那种恐怖当中 对 所以我们在追溯很多大人的一种 情绪的发展 那我们通常都会看见有很多大人 他们有这个忧郁症 OK 或说教育症 或说其他的一种不同的情形 我们在追溯的话 那可能就是有很多的家庭暴力 在小时候 对 在小时候这样子 所以很多的一种行为的症状 都会显示 所以很多大人都会觉得 这个小孩好不乖 好不乖 对 那家里头已经这样子呢 然后你更不乖 那往往我们看的是完全相反 就是这个小孩 这个行为在告诉我们 发生什么事情 那我也是就是说是之前在做社工的社工的这个工作当中 也发现很多孩子就是说在幼儿园里面有打人的现象 或者是就是他的语言发展非常慢 或者是晚上做噩门 那是不是就是有了这种现象 有时候家长们都会要自我探讨一下 所以我觉得今天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如果说你发现说可能我的家里头我的小孩可能就是会听见了或是目睹了一些我们家里头的一种增机 然后他可能有一些情绪很波动 有时候小孩情绪会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情绪就必须要容易 必须要寻求一种协助 另外一个非常要急的提的 就是在很多的研究里头 在里头发生暴力 母独了一些家庭暴力的小孩 他们往往也会成为被abuse 就是说他们长大也是被家庭暴力 也是会承受这种家庭暴力 就是重新重复了这个他们过去受到这些现象 当他们长大以后又是被人家家庭暴力 对对对对也有 而且他们往往也是一个受害者 对好 就是说这个家庭暴力的一种环境里头 这个小孩也有百分之三十到六十的小孩 他们本身也会被打被骂或是被落袋这样子 在临床的经验里头常常都会发生 所以在所有就是跟小孩工作的工作者 我们都有一个这样子的比较 必须要问这个小孩 够紧他们本身有没有也受到暴力的对待 对 而且很多时候你发现没有 就是说我们有时候都是会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孩子不是三岁前就是没有记忆吗 三岁以后才有记忆 之前吵一吵骂一骂的 孩子长大就会忘了 那您就这句话正确吗 这个不正确 现在因为这个科技发展得非常之好 所以我们看见很多小孩 就是一个baby大概六岁左右 那我们放一些就是一种一种仪器放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小孩在一个很吵 很暴力的一种生意很吵的一个地方的时候 有些小孩他们不哭的 那我叫我本人我会叫这个塑胶的baby 塑胶 OK 就是完全没有表情 OK 也不怎么动 可是这个仪器放在他的心肠里头 你可以知道这个心肠里头 跳得非常的厉害 OK 就是说这个小孩 这个baby在承受一个很大的压力 那这次压力的毒素 还是会跑到这里来 会影响他的身体 大脑里面 对 那所以说电视机的观众朋友们也要注意了 其实是从您孩子一出生 您的一举一动 您的每一个微笑 每一个哭泣 对你的孩子都有以后非常长远的影响 那家长朋友们也不用担心 就如果我们说一般 家庭里面就是说争吵是很难避免的 就是很多时候夫妻之间 或者是跟老一辈之间发生一些争执 对 也是很正常 但是如果 当然我们说尽量鼓励您 创造一个安全健康有爱的环境 对 充满笑容 充满快乐 但是如果您有这种事情发生呢 那麦克有些什么样的建议 给我们电视机前的家长们 就是说 如果您家里有了这些酒闻 并且您在孩子面前吵架了 或者是您也在孩子面前经常哭泣了 那他们要怎么做 能让就是孩子以后的这种创伤降低到最小呢 对 我们通常都有一个想法 就是家里头的丑事 不要向外传 家丑不可外扬 对 那好像这个事情就是为了自己的专业 为了自己的面子 对 所以这个想法还是 在保护自己 而不是说保护你的孩子 OK 因为你会担心你自己的一种一种专严 你的面子 可是没有想到 哎 我的孩子 这样子的情形 对他有什么影响了 嗯 所以对于有很多妈妈 他们主动来找我们的协助的时候 我觉得上 非常的勇敢 嗯 对 我们鼓励人们 如果当您处在这种情况之下 不用害怕 寻求帮助 对 非常非常的勇敢 因为这是证明了你在为你的孩子在想 你在想他们 嗯 我的孩子这样子的话会怎么样呢 嗯 我需要一些人来帮助他 没错 嗯 嗯 这个是第一 第二个 我也觉得说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安全的问题 嗯 那 嗯 现在可能是安全的问题 我们留到下一段书 真的差不多了 我们进一段广告 回来继续关注我们华盛福地事办原地 啊 电视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欢迎回到华盛福电视版原地啊 那之前麦根也提到就是说啊 如果是您家里有这种事情 嗯 不用害怕 寻求帮助啊 我们大家身边有很多人都可以帮助到你 第二呢就提及到这个安全的问题 对 麦根能跟我们详细讲述一下这个安全到底要注意一些什么 嗯 安全的问题就是这个妈妈或说这个受害者 他对于自身的安全的评估 对 在女性人里头也发生很多很严重的家庭暴力 嗯 的一个个案 对 对 那是非常遗憾 因为有很多的受害者他们没有寻求协助 嗯 OK 啊 这个寻求协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安全 嗯 OK 所以这个受害者必须要找一些你可以相信的人 嗯 譬如说如果说你的孩子在学校老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一个一个对象 老师 对 老师 或说你的家庭的医生 嗯 因为他们对于整个奥克兰整个纽西兰的一个寻求的协助的系统 嗯 很有了解 嗯 所以他们是一个最好的一种对象 没错 那如果你的孩子在幼儿园 幼儿园的老师 对 在学校里面学校的老师和学校的心理辅导员 对 都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人 对 您可以跟他去交流 对 家庭医生 嗯 家庭医生 对 对 好 譬如说华瑟福就是 另外一些其他的社团 他们有这个社会工作者或说辅导员 是 他们都是在这里受训的一些专业人士 他们都知道怎么会给你协助 嗯 怎么样可以提供一些意见 让你有一个很安全的一个地方赞助 嗯 OK 或者安全的一些想法 嗯 或者一些做法 嗯 没错 就是最最重要的就是考虑到这个孩子呢 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嗯 您在 嗯 生活当中 如果是发生了一些不太理想的事情 其实最重要要注意到就是孩子的感受 对 和孩子的情绪 因为在对于他的人生中 嗯 他的人生 其实是在每个阶段都有他的不同需要 嗯 如果您觉得你的孩子已经出现了一些 您认为不是特别好的一些情形呢 那么也希望您尽快寻求帮助 就像美根提出的很多人都可以帮助到你 对 甚至是华人社区服务中心 我们有专业的社工和心理辅导员 对 给我们打一个电话 然后我们就可以协助你 嗯 如果说你觉得说哎 我还是有点疑问 或者说我不是很清楚 对 就是拿一个电话来问一下 嗯 就可以 就在轻轻你的一些想法 嗯 或者说得到一些意见 嗯 不只是只是为了你 也是为了你跟孩子这个样子的关系 没错 啊 关系是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对孩子来说 嗯 因为如果说这个孩子能够相信你 嗯 嗯 他就会把他的事情告诉你 嗯 以后在这个沟通里头 他得到一些理解 嗯 得到一些支持 嗯 他也不会担心这个妈妈 在我的个案里头有一个小孩非常可爱 嗯 他是一个只有三岁的一个小弟弟 嗯 可是他看见很多他不应该看见的事情 嗯 也听见很多他不能不不需要听见的事情 嗯 可是他很担心他的爸爸 嗯 也很担心他的妈妈 可是因为可能是小孩吧 嗯 所以特别担心他的爸爸 嗯 在他的画图里头 嗯 他常常希望说 给一个 嗯 头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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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就是 就是那种摩托车要带的那种头盔 对对对对 哦 这一类哦 嗯 画图的时候常常希望给一个这样子 一定要画这样子 画一个头盔给他的爸爸 嗯 对 有时候他一定要画一些楼梯给他的爸爸 嗯 那我就问他 嗯 你为什么要画这个 头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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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他说 哦 如果说不给这个东西给爸爸 爸爸会跌倒 哦 他的头会痛 嗯 嗯 我为什么要给这个楼梯给爸爸 哦 因为有这个楼梯爸爸就可以上车 嗯 嗯 虽然 但听起来好像完全没有意思 是 对 完全没有意思 没有意义 嗯 可是在 我们把所有的事情拿出来一起看的时候 嗯 我就看见这个联系 就是这个小孩 非常知道这个爸爸 长期睡眠睡得不好 嗯 嗯 嗯 常常好可能是头痛 嗯 OK 哦 可能很担心这个爸爸会跌倒 嗯 很担心这个爸爸这个头会发生什么问题 嗯 就很希望保护他 嗯 OK 所以我们在这个个案里头不一定说这个孩子一定很顽皮 嗯 就是说这个孩子可能是很希望可以保护这个爸爸妈妈 这也是我们在一次的这个亲子教育讲座中 就是我们香港的一个专家过来跟我们说 嗯 很多时候如果您家里出现这种事情 孩子有个很明显的症状就叫做over protective 嗯 他会非常想保护他身边最亲的人 他是一个保护者 他不愿意离开这个家 甚至是他长大了 他也不愿意走 因为他害怕他一旦走出这个家 他的家就分崩离弃 他的爸爸妈妈就会有事情 对 他就一直要待在这个家里面作为一个保护者 其实这对孩子这个真正的这个生理心理发展是非常有影响的 是吗 对 就是今天早上我有一个女孩他15岁 可是从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常常症疾 嗯 然后他心里头就觉得说自己是多余的 自己是一个问题 因为我因为我 所以我的父母被迫要在一起 嗯 他非常内疚 所以从他大概八岁九岁左右 他就有一个很奇怪的想法 嗯 这个想法就是 如果我做一个动作的话 我的爸爸妈妈就会好起来的 不晓得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嗯 因为在这个年龄哦 八岁九岁的时候 嗯 我们都会有幻想 嗯 没错 那可能就会觉得说 哎 如果我这样子的话 这个magic就会出现了 嗯 这个奇迹就会出现了 奇迹就会出现 对 那他到现在15岁 那慢慢这个想法就发展出 我们说这个叫 呃 强迫性的一个焦虑症 嗯 嗯 他没有办法说不做这个动作 以后这个动作变成一个更大的一个焦虑症 嗯 因为他很担心 如果我不这样子做的话 那妈妈就会有问题 爸爸就会有问题 嗯 那完全就是你刚才所说的一个overprotection 嗯 嗯 他在不应该他这个年龄段 应该承受的这个年龄段 承受他不应该承受的事情 对 那就好像mike刚才提及的就是说 如果你们家里发生吵架 或者有纠纷 那父母是不是第一件事可以做到 就是尽量避免在孩子面前吵架或者争执 那父母应该怎么做呢 第一个很很很容易做的 心 呼吸 没错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就是放松技巧 从1数到10 然后再从10数到1 直到您发觉到您的情绪平静下来 不会生意不会提高了 对 不会想打人不会想骂人了 就表示这个技巧成功了 对 那这个方法也可以套论在就是管理小孩子 那我们常常在路上 或者说在公众场合 看见很多大人 都会在不管很多很多人看见的情形之下 骂孩子或者打孩子 OK 其实这个事情可以留在回到家里头 才处理的 这是教育的孩子 对 同样的 好 如果说大人有一些真集的时候 也是可以停下 OK 停下 安静下来 然后等到一个很比较好的机会 才把那个事情再讲出来 OK 所以我们说其实作为家长来说 情绪控制是非常重要的 很重要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生气 对 对 而且生气的时候声音会提高 对 然后情绪会激动 然后想扔东西 想骂人 想打人 对 很正常 但是我们之所以成为 就是说是一个好的父母 就是宁有情绪控制的方法 数一数到十 从十数到一 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 然后就像美根说的 寻找一个合适的时机 对 然后跟大人和大人之间解决问题 解决矛盾 对 那有一个妈妈她就用一个方法 就是每一次她情绪比较激动的时候 她就躲在这个死手间 OK 洗个脸 做这个深呼吸 OK 这个深呼吸非常非常好的 因为你会把很多的氧气 放在你的肺口 OK 而且你要数 你要数的时候 你就会暂时把你的情绪停了一下 OK 好 以后管理好 这样子就下来 然后再出去 然后下来 这样子 OK 好 让你的情绪稳定了以后 再回去 OK 去解决事情 一事论事 解决矛盾 对 对 所以就是说我们都说 其实我们从心理学角度来说 或者是从教育学角度来说 只有一个开心快乐的大人 才能养出一个开心快乐的宝宝 那么也希望电视机器人的观众们 听了我们今天和Megan之间的对谈 能够让您自己的家庭更快乐 更幸福 那么也在这里 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大家晚安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让社席 daha首 carved 降格 ک这段时间 我不想想想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